鸭子虽然好吃 但是烹饪的方法一般都比较复杂 很多人都比较发怵 用我这种方法做 简单省事又好吃 今天我要做的就是 鸭肉糯米饭 先把糯米提前浸泡两个小时 鸭子一泡两半 做一大锅 半只鸭子就足够了 鸭子先切成小块 然后浸泡在清水里两个小时 既可以泡出血水去腥 又可以洗净古兔渣子 锅内放少许油 先煸炒姜片 然后把洗净控干水分的鸭肉放进去 加入四分之三糖时的盐 再下入半汤式料酒 我用的是威士忌 味道很香 煸炒至表面均匀变色以后 盖盖焖五分钟 除了料酒 我并没有加任何水分 这都是从鸭肉里出来的 接下来再炒一下糯米 就不要再加别的油了 只用炒出来的鸭油就可以了 加入一汤匙酱油 拌匀以后把基本炒熟的鸭子放进来 里边的汤油很多 放多少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 拌匀以后倒入煮饭锅 糯米比普通水吸水量大 所以加的水量要略高于糯米 颜色还是有点白 加一点老抽上色 盖上盖开启煮饭键 压力锅上汽以后煮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鸭肉软硬湿度 糯米油量饱满 非常入味 香气扑鼻 希望您能喜欢 临走前别忘了点赞订阅 这里是上师厨房 我们下次再见